Hello大家好,我是阿哥 艾爾登法環的DL7 黄金樹幽影也發售了一個多禮拜 不知道各位朋友玩得如何 是早就已經全BOSS打完通關 還是被虐到不能治理氣坑了呢 那我自己大概是花了一個禮拜左右通關 又花了大概一天把一些沒打到的BOSS打完 那整體玩完的心情算是有點複雜 有點喜怒參半的感覺 那這次法環的DL7 從發售前就一直備受大家所期待 不過在發售後幾天 Steam的整體評價卻是褒貶不一 甚至在6月22號這天 湧入了將近5000篇的負評 這跟本傳將近92%的極度好評 有了不小的差距 不過在發售一週後 遊戲的評價總算慢慢回到了 71%好評的大多好評 那負評也大幅的減少 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呢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來跟大家聊聊 我自己玩玩這次DLC的一些心得吧 那在本片開始前 麻煩大家借我一點時間 讓我工商服務一下 對,你沒聽錯 工商啦 火炬之光無限SS5賽季來啦 這是一款類似暗黑破壞神的打寶遊戲 可以選擇多位不同特色的英雄 搭配自己所喜歡的流派 使用各種技能 讓你用手機操作也能輕鬆享受 在地層中輸出無CD的歌潮爽快感 而這超出一樣的打寶遊戲 將在7月5號改版SS5賽季啦 本賽季改版的可以說是量大廣寶 可以說是年度版本火炬之光2.0 你以前玩這類打寶遊戲時 是不是有那種王打的半天 結果傳說裝備只噴了一兩件的那種便秘感 腦中總是冒出海德格的那句話 痛苦太多收穫太少 青塞機讓你直接享受滿地局裝的快感 讓你裝備撿到手軟 青塞機的另一大重點就是在系統面上 也做了大量的優化與更新 包含了對傳說裝備的定向打造 以及神格石板的磁碎指定烙印等等 讓你能夠更容易的打造出自己需要的裝備 想要什麼裝備臉黑刷不到 那就自己做吧 另外還新增了新的異界天賦術 可以加強各種機制的刷包體驗 讓你玩起來更加爽快 此外新賽季的聖槍卡提諾 除了原本的龍宮遊俠與致命掠影兩種特性外 新增第三種特訓戰火狂圖 直接拿著機關槍掃射 還可以根據情況切換不同的型態 面對雜兵時的使用機動模式 對付BOSS時的則切換火力較高的殲滅模式 能對應各種狀況 可以說是相當的靈活 如果你之前沒有玩過火炬之光無限的 7月5號上線的最爽年度版本 正是你加入的好時機 還在等什麼 立刻點擊下方資訊欄連結 手刀刷起來吧 好 回來 那本次的列頭星我自己整體玩完了 覺得還算是好玩 但就是有一點美中不足的感覺 那主要大概就是兩個部分 戰鬥跟地圖 這兩個部分也是在評論區中 最常被打負評的地方 那我們先從戰鬥方面講起 雖然我自己距離上次玩法環 已經是將近兩年多前 但是好歹本傳還是有拿到白金 獎盃了 不過這次的列頭星 剛進去黃金樹幽影的感想 就是一個字 難 真的有夠難 本來這本傳練到快200級的機體 結果一進去遇到第一個精英怪 金輪法王直接被砍成狗 喂 保安 可以讓人這樣砍的又砍 砍的又砍的嗎 好不容易終於打贏他 那稍微繞一下 到了一個林廟 又被裡面的小王教做人 一刀直接劈掉你七成血 是怎麼回事 這攻擊力離譜了 這一點也是一開始被最多人所詬病的地方 因為這次的DLC可能是為了獎勵探索 必須要透過在DLC中才能收集到的優影樹碎片 來達到減傷跟增傷的效果 否則就算你在本傳防禦再強 等級再高 都是兩刀送你回赤府 艾爾登之王 直接重新讓你當大人 因為這個強度的變動太過劇烈 導致網上一片哀鴻遍野 這真的很誇張 我自己本來是穿重裝 後來發現怎麼被打到扣的鞋跟穿青裝 扣的鞋差不多 所幸後來直接挑順眼的裝備穿 也因為這樣子官方難得的在發售後不到一個禮拜 就發布了新的更新檔 修正了優影樹碎片強化率的上升曲線 讓前期碎片少的時候 增傷跟減傷的提升幅度升高 快到極限時再緩緩的下降曲線 讓玩家在初期時拿到優影樹碎片強化時能夠更加的有感 也因為這個操作讓整體DLC的體驗應該是好了不少 雖然說在更新的時候我也差不多要通關的就是 另外一個讓許多人抱怨的點就是BOSS戰的強度 DLC的BOSS真的每隻都跟嗑藥一樣 像個瘋狗式的拼命攻擊都不用喘的 被打到後想喝水馬上補你一刀讓你回家 不喝水再被打到也是回家 打得超級痛苦 當然在發售的十多天的當下 許多輪椅流派開始陸續的被開發出來 從最早的十三箱粗血雞腿流 或者是防禦戳戳流 魔像大哥補血流 雞雞魔法 不是金擊魔法流 讓你覺得刺刺的 到最無腦的顛火調香流等等 都可以很輕鬆的把BOSS給打倒 尤其是那個調香瓶跟那個戰灰串連火花香 根本就是做壞掉的武器跟戰灰 就像是一個坐在輪椅上的歐巴桑對著敵人說 人家啊要挑香瓶嗎 然後在地上撒一撒怪就死啊 名不其實的輪椅流 講當初我打個火焰巨人 在那邊砍半天跳半天 好不容易才打死 結果換調香瓶隨便撒一撒 瞬間讓他跪下來處決 不到一分鐘直接打死 搞得我之前跟智障一樣 這誇張的攻擊力肯定會被下袖 大概如果要爽的話就要趁現在 或者是之後不要更新啊 其實平安心說啊 DLC新增的許多武器跟戰灰都非常好玩 也有很多流派讓玩家去開發 像我自己呢是不太玩魔法的 頂多用一些增強攻擊力等等的buff魔法 屬於那種不想玩得太無腦 但是又不想玩得太虐的那一型 最後呢只能拿著盾牌跟血怪大雞腿 慢慢的跟boss搞粗血 算是比較折衷的那一種 但是你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點 大多網上覺得很好玩 或很有趣的武器或戰灰 幾乎介紹影片呢都是拿來打小怪或精英怪的 拿來打王呢也都不是特別好打 那當然呢那些無傷的神人們另當別論啊 例如在DLC可以拿到勇猛獅子斬 空分兩圈二連斬有夠帥夠中二攻擊力又強 但是打王你放下去呢 砍完硬直還沒結束王就砍你了 直接勇猛戰死啊變成勇猛獅子斬 這也是我覺得這是DLC的另外一個問題啊 那就是小怪到精英怪到boss的難度差距太大了 在平常推圖的時候呢除了一些比較BG的區域呢 用大部分的武器各種流派都能玩得非常的輕鬆 甚至只要拿一個墓碑舉盾都能一路防禦反擊碾壓過去 因為小怪的血少失衡直低很容易就能擊殺 整體推圖非常的順暢 但是一遇到精英怪呢就又是那種一不小心兩三刀就砍死你的那種狀況 像我走到最後的城堡被路上的絞人獅子又狂龍八斬法 虐個十次八次又或者像金輪法王這種瘋子一直轉個不停 這瘋狂的攻擊力叫我不舉盾我真的害怕 再不然呢就是用強力的戰技直接快速的打出處決然後秒了他 但是到了boss戰的時候呢就還是乖乖的換回來好打的武器啊 當然不同的武器打王難度本來就會有所不同 但是我的感覺是這種差異呢有點太大了 尤其是最讓人賭攬的野豬騎士跟最終的boss 那個正規打法真的太痛苦了 所幸阿爾登法王還有個叫骨灰的系統 一個人打不過那就叫大哥邦尼邦打跟吸泡火 難度可以說是直接減半啊 那大家也不用覺得說叫骨灰呢就是什麼不光彩的事 甚至我覺得骨灰叫出來打王的體驗還比較好耶 因為boss的攻擊頻率跟玩家完全不是一個水平 多的骨灰分擔仇恨呢反而正常一點 整理來說那DL系的boss我覺得比較好玩的 大概就火焰的梅射墨跟雙月騎士雷娜娜這兩隻boss 比較有在過招的感覺剩下的感覺就是靠賽 贏了直覺的解脫完全沒有想要再打第二次 當然呢我自己流派玩的少也沒有什麼在用魔法 一定會有人說明明有很多好用的魔法你自己不用啊 嘿對沒錯我承認我就是個不會用魔法的野蠻人這樣 另外一個問題呢大概就是本次DL系的地圖啦 首先我必須要說地圖真的做的很有誠意 很大真的有夠大甚至有著各種的高低差 一層下去還有一層讓我忍不住想唱 我願意演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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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咳 就是到底有多少層的感覺啊 然後最可怕的是從地圖上還看不出來 有些地方甚至是你從你絕對想不到的地方繞一大圈才過得去 像我在最後的勞佛谷遺跡下方區域就是找了半天快瘋掉 就是找不到怎麼過去 結果上網查才發現居然是從一個地方跳下去 這鬼想得到啊 當然這也是魂團隊的特色啊 只是這次的DL系呢我覺得更誇張就是 本來地圖大呢讓玩家探索是一件很不錯的事情 但痛苦就痛苦在大部分的地圖都是跑了大半天 看到地圖上有東西結果撿了個寂寞 鍛造石墓地零欄 這東西本賺就買的到了好嗎 這跟我FF16跑半天結果撿到4G有什麼差別 欸好啦 鍛造石貴一點 那再不然呢就是一堆製作材料或者弓箭等等 好歹也給我個最高級的古龍岩鍛造石之類的吧 導致地圖逛到後面的整個繁造都不行 例如像青南海岸這個區域呢大到哭啊 結果整個海岸走下來拿了一堆墓地零欄 啊我是去掃墓的咯 又或者我覺得最BG的顛火地圖 整個地圖不給騎馬 幾乎什麼東西都沒有 還有一堆被抓到就直接死的小怪 不說我還以為在玩邪靈入侵欸 整個阿札都不行 整個世界呢還有許多像這樣的地方啊 因為玩陰高的遊戲呢 大家應該都習慣盡量探索每一個角落嘛 真怕漏掉什麼 但是最後跑半天 結果拿一個鍛造石 真的是會圈圈叉叉啊 然後最幹的是你重要的東西還是漏掉了 嘿對就是我 枉費了本質很多很有特色的地圖設計啊 反而是這次的地牢跟一些洞窟呢 倒是還蠻好玩的 從而有很多陰間的機關 但是探索後拿到的獎勵都還不錯 可以拿到許多的骨灰啊 戰灰啊武器等等 就讓人覺得很有探索的價值啊 簡單來說呢 我覺得這次DLC的探索體驗是沒有本賺好的 如果說探索地圖呢 給玩家的回饋能夠更好一些的話呢 那就更完美了 總結呢 我覺得這次的黃金樹幽影DLC呢 其實是做的還不錯的 新增大量帥氣又好玩的新武器 骨灰以及戰灰 可以讓玩家開發更多不同的流派 跟不同場牌的輪椅 雖然在剛發售時呢 不太好的遊戲體驗 導致評價褒貶不一啊 但是隨著時間的經過呢 越來越多陶科手段的開發 以及幽影樹碎片曲線的調整 除了一開始碎片不夠會打得比較痛苦以外呢 後期拿到一定程度的數量後呢 就會開始舒服起來了 尤其是用各種武器虐敵的人呢 那種爽快感還是不錯的啊 所以後世看長呢 應該是指日可待啊 畢竟前幾天萬代南夢宮 才公布了DLC發售三天 就銷售突破500萬套了 陰高到底還是陰高啊 整體來說呢 如果10分的話呢 這次DLC我大概會給到7分吧 就是雖然呢 我已經把全部的網都打完了 但是呢 我沒有想要再打一次的感覺這樣 當然呢 你也可以說我沒有玩魔法 所以很多好玩的都沒有玩到 沒錯 這也是確實 畢竟呢 我就是個只喜歡近戰硬剛的野蠻人啊 好啦 那麼本次的新的影片大概就到這邊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或心得 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也請你幫我按個讚或訂閱支持我一下 平常晚上也會看看遊戲直播 也歡迎大家一起來聊天 那麼我是阿哥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